哈喽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夏 不知道前几天官方公布了4.7的下棒卡词 各位看了没有 今天官方公布了西格文的专务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4.7下棒这期卡词质量如何 适合什么玩的抽取 带来一起抽取建议啊 也可以算做一期偏向角色减评的一期视频吧 可以的话不然点赞支持一下 至于一个音笔实验 同视频对转发情要表达 不知道转发给谁可以转发给我呀 一个转发还有今天难的,谢谢 4.7下棒全新五星罗莉角色西格文 水神弗琳娜迎来复刻 以及各自装武 还有四星角色和武器 老样子先容四星人所起吧 女仆诺尔新手卡词第一个四星角色 虽然是老角色 不过在线版本搭配水神一舞的非常不错发挥呀 因为女仆可以给全队提供治疗 刚好契合水神的治疗增伤机制 在达6命的女仆情况下 并且在后期 资源较多才推荐培养 没有6命的女仆 伤害差距还是很大的 同时对于天赋塞物 队友的配置也不能太低呀 因为自身战技是无法产球的 这导致女仆是比较依赖队友的充能的 在目前版本只推荐 女仆阿贝多舞狼水神这个配队了 不管是冲的还输出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 从强度和资源安排上不推荐前妻去培养的一名角色了 然后来看一下下一位 罗沙利亚 也是开服时期的四星角色了 他定位呢是一位后台暴击争议挂兵附写角色 达到6命还有物理健康的效果 考虑到0命情况下达到只有8秒 推荐二命起步开始培养可以持续到12秒 就业环境方面呢搭配凌华的涌动队 提供暴击和充能 同时也能搭配需要打融化队伍里面 但是挂兵下队总体不是很契合啊 不过也是可以搭配卡池的嘉明 打出棒融化的配队 红琳娜 嘉明 罗沙利亚 班尼特 时而蒸发时而融化 不过这个配队没有下落争议角色 显形情况下伤害相对没有那么高啊 第三位 嘉明 目前版本6命最强的四星输入角色了 他的命座除6命外呢提升都比较小 6命可以提供大量的双暴 同时提高攻击范围 不仅拔高了输入上限 又能提高容错率 应该是目前提升最大的四星输入角色了 推荐没有比较好的火星玩家 6命可以考虑去培养 搭配封当的猎人套可以提供36暴击 再搭配水神普林纳 暴击只需要不超过44暴击就行了 这时候就可以团堆攻击力和暴三为主了 这段配队如果你没有咸云给换成砂糖 或者旺叶也有不错的发挥 当然个人我只推荐六命的嘉明 开始培养比较好啊 因为这个绝对虽然很强 但实际当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啊 如果没有六命加十下 总理伤害不太行的 说个题外话 让个别蒙星了解一下 嘉明的CV和客情是同一个 老板你好啊 我是合计厅的标师 叫我嘉明就行 要运货吧你 嘿嘿 请坐请坐 你没查见呢 我是客情 一月七星中的郁恒 耽误太多时间 事情可就做不完了 劳意结合是不错 但也得放松过头 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 机会都稍纵即逝 好家伙 真能听出来 太强了 果然CV都是怪物 OK 社会正题啊 接下来说一下 西格文的技能机制 方面在卡车上线后 有更好的了解 他的战绩 脸上线可以发射 弹射的水球 每次弹跳都可以给 除了西格文以外的 队友治疗 可以治疗五次啊 队友治疗完之后 会给自己打一下 所以不用担心 自己生存的问题了 每次释放战绩 都可以获取两颗原水之地啊 这个水滴和水主 和龙王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互相吸收的 这任师傅上线后 可能会特别整活哦 这里我们期待一下 长按蓄力瞄准 相比点按水球更大 三按回复量 有一定的提升 同时如果水球 大于敌人的体型 还可以造成禁户效果 这下可以找水法师报仇了 萌星时期被这个家伙 照顾了很多次啊 现在可以还回去了 感觉实战和整活 应该都挺不错的 比如希格文 打着二期的11-1 史莱姆禁锢一波 对没有巨怪的玩家 打不满可以试一试 至于这个水滴 是能干嘛的呢 希格文 每拾取一颗水滴 回复一百分之生命之气 每消除2000的生命之气 可以回复一点能量 自作五点 也就是说 希格文拾取两颗水滴 需要堆五万生命之 才吃满的回能啊 希格文水荒性的 通过水球来触发的 而元素爆发呢 要水我已归来 和龙王相似的 向前方喷水进去输出的 释放后呢 也可以吸收两个水滴啊 为后续回能做准备 从大招看下来 有点像这个龙王青春榜 是吧 不过大概有几秒时间 差不多 不过多棒作为 补充伤害的手段 或者说竖切的为主呢 这个得看这师傅的表现了 至于他 龙王天赋一 释放战绩后 获取18秒的增益buff 提高自身少量水伤 以及实陈增益效果 除了希格文队友的 后台角色提高战绩伤害 每次伤害敲一层 最多触发这个十次嘛 根据希格文的生命之上线 来受益的 这里算了一下 至少需要对于 6.5万的生命之才 吃满这个效果 以至目前后台战绩 输出较高角色 有弗琳娜 环女 八重 草神 其他的话 欢迎补充啊 其中的水神战绩 后台是最契合的 不仅有这个双水的加持 后台伤害也是比较高的 至于对于水神伤害提升 有多少 这里看正师傅的实战表现了 而天赋二呢 根据全队的生命之气 提高自尔量 最高30% 一万点生命之气 就可以吃满 单靠希格文的生命之气 就可以清用吃满了 单靠队友 探索天赋 水下场上角色 生命值低于50% 会恢复50% 生命值上线 这段是主要针对 还没有干风当地图的 玩家比较有用吧 已经刚玩来说 已经用处不大了 不需要怎么去挂那个地图了吧 终于来说呢 希格文是一位可以提供 持续治疗 同时提升队伍战绩 输出的奶斧角色 至于伤害总体如何 就得看正师傅的来测评了 到时候也会带来 希格文的角色攻略 有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一部UP主浪 然后来看一下希格文的专武 542的攻击力 66.2的生命值上线 好家伙 应该是目前第一把 五星功能给生命值的 特效装备者可以获取存护 啊不对 疗护 至多可以跌三成 40%生命值上线 装备者放战剂跌一层 生命值气增加跌一层 进行治疗跌一层 这里我科普一下 进行治疗和受到治疗是不同的 进行治疗是自身的 有治疗能力才触发 而受到治疗是可以靠队有治疗的 但是很遗憾 这把武器需要装备者 有治疗能力才比较好用 能触发 别满三成可以获取 达到28报几率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啊 这把武器目前只有希格文能吃满 其他决赛制度 只能吃到两成 比如吊拿可以吃到两成 提供满了90生命值上线 大概就是两个生命值的 生物复位了 给猫猫来说外观和强度感觉还行啊 大幅度提高顿量和奶量 有了这把武器之后呢 猫猫4万血生命值就非常简单了 但是应该不太可能抽给猫猫吧 夜狼的话只能吃到一成啊 但是夜狼带这把武器 十数元的抽象了呀 带西风或者其他武器 不比这把武器更好 总理来说呢 这把武器又是一把特别特别装的武器 不灭月华直户内行啊 反正到时候 我西格文应该会选择防曲弓或祭力弓 然后来说一下水神弗林娜 作为风当的神明 水神在干脆来说 强度风平不胜好啊 但是水神实践推移 灵命水神就是完全体 毋庸置疑了 高额的75%增伤 后台的附属战绩伤害 以及挂水能力 再搭配版本主流角色 有非常不错的强度啊 不管是草行九龙王肖 以及最近的克洛林的等等角色 都可以适配一起的 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附C辅助角色了 在线版本还是比较推荐 水神至少抽取一个0加0的即可 至于二命可以大幅度融入更多的配对 以及提高自身的输出 对于追求其他冷门配对 或者追求伤害上限的玩家 可以进行考虑啊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只追求够用就行 那么0命完全OK 至于我为什么恶命 别问 问就是抽卡抽上头了 我下次一定要克制我自己 不能被抽卡冲昏了头脑 所以各位打算抽取几加几的 伏林大的发达莫照看看呗 至于武器卡池方面 我建议不是两把全都要 强烈不要下手 西格文的武器不重要 水神装武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下位选择太多了 那弓箭当中箭太卷了 差距都不是很大 不过有一说一啊 这两把武器外观还挺华丽的 如果你是外观玩家 才推荐考虑下卡池 至于四星武器方面 记里功和西风长枪比较好用 当然下卡池也得看五星武器为主吧 所以我给4.7的版本的卡池 从你给出评价就是 奋里套金啊 建议没有水神抽个水神 有水神等一波 西格文测评决定要不要抽 毕竟从技能机制看下来 西格文和水神还挺适配的 至于武器卡池 我建议是看外观喜不喜欢啰 总体就这样吧 如果对你有帮助 喜欢给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拜托了 这真的对我非常重要 祝各位在新版本十连双簧 抽卡不歪 那么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